这是在医院,这是病床,床上有被子,有枕头,这里有一个病人,看上去有六十岁了,他正在掉点滴,他一定是生病了。 这是一位护士,他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他还戴着白色的帽子,帽子上有一个爱心,护士来慰问病人了,病人很开心,护士也在笑,这是窗户。 这个窗很大,医院的窗都很大,这样就可以让病人看见外面的风景,有助于康复。 窗外的景色很美,天气也很好。 外面的阳光照射进了病房。 在床的旁边有一个柜子,柜子上有一束花,还有一个杯子,还有一个热水瓶。 如果人类生病了,就要多喝水。 墙壁上还有一个空调,不过它是关着的。 如果开了空调,病人就会冷。 祝他早日康复吧。 Part 2 Listening 这是在医院。 这是病床。 床上有被子。 有枕头。 这里有一个病人。 看上去有六十岁了。 他正在掉点滴。 他一定是生病了。 这是一位护士。 他穿着白色的工作服。 他还戴着白色的帽子。 帽子上有一个爱心。 护士来慰问病人了。 病人很开心。 护士也在笑。 这是窗户。 这个窗很大。 医院的窗都很大。 这样就可以让病人看见外面的风景。 有助于康复。 窗外的景色很美。 天气也很好。 外面的阳光照射进了病房。 在床的旁边有一个柜子。 柜子上有一束花。 还有一个杯子。 还有一个热水瓶。 如果人类生病了。 就要多喝水。 墙壁上还有一个空调。 不过它是关着的。 如果开了空调。 病人就会冷。 祝它早日康复吧。 祝它早日康复吧。 并且要喝水瓶, 没有水瓶, 然后您可以喝水瓶。